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怯怯怯怯怯怯狂哉 是人是鬼是阳关 或是心人有魔宅 教义生佛土 鬼头无安 鬼一人为世 上司无关 少得富士真佳解 尘延三继不分你难断 我要 这铁帮碎火 铁帮碎火 我要 这铁帮碎火 铁帮碎火 大翠铃香 万歇煎熬 盛逃奸线 终究难堪 这铁帮 早已灰飞燕燈 灰飞燕燈 怎么有虫子不干净吧 这是百足餐 当然有蜈蚣啊 你不早说我吃素的 你事怎么那么多啊 还挑 大王 生母大人 您要找的草药 我帮您找到了 您伤口好点了吗 好多了 怎么受的伤啊 抓蜈蚣的时候被咬的呀 你就为了做这根面 所以受伤的 很闲吗 还站着干吗 还不快去忙 好好好 假的 告退 告退 对我这么好 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那个 我看见天庭在这儿 是 失了天网 天网 天网 天网是什么 天网汇聚了 无数天将的心血 利用天网 可以将每个节点的灵力 都分布均匀 如果受到攻击的时候 灵力又会聚集起来 一般被关在天网里的人呢 是很难逃脱的 就算逃出去了 也会触动警报 会被追的人围捕 这天网没有缺陷吗 一般天网呢 都是单向的 向我们这是向内的 如果说从外面攻击的话 应该会撕开一道口子 不过我看我们这儿的天网 应该是为了防止你逃脱 匆忙设下的 所以对里面的人 不会有伤害 不过也不能这样拖下去 不然他们一定会采取措施 而且我们的粮食也不够了 所以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 行了别想了 你还是养伤要紧 其他事情可以从长进营 干嘛呢你 吃饭啊 面 我一会儿再吃 先吃点水果 先吃点水果 走 走 你说你啊 吃蛋药修行是不行的 刚才差一点走火入魔 你知道吗 不然你刚躺下又起来 来 我知道实说 可是我只是想 赶紧赶上磐石的步法 我不想成为磐石的负担 何况我马上就要突破练神境了 要不然说你是个傻瓜呢 王苗助长不进则退 就算这样练成了练神境 也是功法虚服 有什么用啊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是想赶紧拿到练神境 这样我就可以下山历练 可以去找磐石了 师叔 磐石他已经好多天 没有给我回信了 他在凌云阁过得怎么样啊 他会不会 现在这里的时候 一样努力啊 那他现在 应该也在打坐修炼吧 师叔 磐石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啊 他他他他当然好了 他在凌云阁你担心什么 凌云阁那是宝地 他吃得好睡得好 休息也好 用不了多久 他功法大计 他就有所突破了 他就 那我就放心了 风铃 你看你自己都成什么样了 好好休息吧 师叔还有事 先走了啊 等一下师叔 又怎么了 我这又给磐石写的信 你帮我交给他好不好 这 这不太方的 拜托了师叔 多谢师叔 我 你就是一个傻瓜 行了 好好保重吧 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修行啊 应该差不多了吧 你恢复得挺快的 还有更快的方法吗 还有更快的方法吗 这天和军可不能等着我恢复啊 我必须尽快恢复修行 做最坏的打算 行 那我想想办法吧 对了 这袋啊 拿去吧 行 没什么事早点休息 一会儿我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丹方 悠全师博给的丹药用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要把凡间的药材 用地府的洞植物来替代 这样好吗 不是说不准动吗 那是让不懂的人不准动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修到练神经 还会嗓子不舒服啊 不只是你的丹药 这儿所有妖怪的丹药 都是我在负责 灵力消耗过度 自然会这样 我怎么感觉 你对他们的态度 跟以前不一样啊 有吗 有不一样吗 以前你总是丢下他们 现在帮他们练丹 灵力消耗过度 也毫无怨言哪 因为我改变想法了 我觉得这些杂牌军 在我们的带领之下 或许一切都有可能 辛苦你了 没什么 其实 以前在关江口的时候 天庭经常 苛厚我们的物资 所以行军中丹药 不够是常有的事 最简单的丹药 都要自己来练 都已经习惯了 这关江口 就没有厉害的练丹师吗 全让你来练 你哥呢 我哥是行者道好吗 而且我本来就是负责 关江口的后勤啊 但要是不够 自然我得上喽 你也别太累了 早点休息吧 现在知道关心我了 要不是为了找你 事早就做完了 刚刚在竹林里 是你和幽泉师伯 在一块吧 不用说我都知道 那边有施法的痕迹 而且那儿的灵力波动 和这房舍上的一样 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要是这点我都不知道的话 这一千年的仗白打了 行了 再来睡吧 我这边也做完了 走了啊 师弟别来无恙了 你我可是许久未见了 今天难得两位师弟 来我这幽泉谷 我这做师兄的便把你叫来 众师兄弟们聚聚也好 见过三位师兄 是 这么一段时间不见 你转心了 来 坐 别光站着 来 你们怎么来了 这外面不是有天和军的天王吗 那种程度的天王 还能拦得住我们吗 师弟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北斗摇光洞啊 到了该回去的时候 自然会回去 是 师弟 这是行云棍 师父让我带给你 来 替我谢谢师父 孩子呢 只有在外面经历了风雨 才能体会到 家里人的可贵 圣村已经走了 师父说了 若想回去 随时可以 师弟 听师兄一句劝 回去吧 清云师兄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什么也没做 这圣村就盯上我了 不 你做了 你出现便影响了天道 而且 没有人知道 你会如何影响天道 天道 那有什么关系吗 师弟可知 何为天道啊 天道就是这个世界运转的法则 所有的不可改变的 通称为天道 它囊括了所有必须发生 和不该发生的事 佛家讲有因有果 因已成真 果则必然 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是注定的 能改变的 只有超脱于天道之外的 圣尊 现在 又加上一个 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 当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变量的时候 这个世界实则是由这个变量决定的 当整个世界出现第二个变量的时候 圣尊便无法再操纵天道 依托于天道时的修为 也将彻底地失去 所以他为了操控天道 保持修为 想要杀我 这倒未必 这么说吧 你涉及到天道的是一桩大事 锁波纪面难以想象 并且你本身就是源头 对天道的破坏也是最大的 所以一举一栋皆可成祸 甚至经由你的影响 雀儿已经成为第二道天道裂痕 圣尊要做的 无非是制止你们的破坏 毁灭一切 可以导致天道转移的因素 让你老老实实地 去做你本该在天道中做的事情 而雀儿 或他的魂魄 则必须从这个世界上 彻底地消失 那师父呢 师父又是想做什么 我知道 师父是想跟圣尊 争天道 想成为第二个圣尊 怎么了 你们不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吗 对 非常有道理 真不愧是行者道的脑袋 所想出来的 这 这什么叫 行者道脑袋想出来的东西 师兄 那拿走雀儿魂魄的 有消息了吗 暂时 没有任何消息 那圣尊呢 他为什么又突然解除了 对北斗摇光洞的监视 他不是想立刻找到我吗 兴许 是天道被封印了修为 之前你在紫云碧波潭所闯出的事情 对于天道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也许 他发现了你 只是 有师父护着 这都是师父 让你们告诉我的 不 师父 知字未提 之前我们调查 师父也并未阻止 这次让我来 也没有交代半句 怕是 师父也觉得 该让你知道些什么了 师弟 此时此刻我要是你 我便回北斗摇光洞 再怎么说 你还是师父的徒弟 他也会念旧情 反正就是 你的存在 也就等于打破天道 那就无所谓了 都好好找找啊 翻一翻 看看有没有能吃的野菜 这么多人真能吃 一下子把粮食都吃满了 找到了 找到了 我找到杨莱姐学院的药材了 行了 行了 拿过来吧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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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总归还是要来啊 平和军来了 早就来了 竟在我幽犬谷 动起手来了 他们是来找我的 师弟 你别去 要去也是我去 有你师兄在 你就坐着看好戏吧 好久没动手了 我这手痒痒呢 我来处理 幽犬师兄 请你手下留情 留天和君一条性命 快 快 等嘴 这次新仇救贺一起算 给我搜 是 似乎有点不对劲 走 世弥阵往回走 退出山谷 是 法律似乎在流失 没办法了 只能强行冲了 将军 这次 天和军北辰元帅回下天衡 求见优权老人 天和军北辰元帅回下天衡 求见优权老人 不见 那些优权老人解开弥阵 好让我等回去 是 你等能来 为什么不能走啊 来的时候 你们无人知会老夫 这走 老夫便也无从知行 此次我等贸然前来 多有冒犯 还请幽权老人恕罪 是 贸然前来 那外面的天王又作何解释 我等奉命追击使妖 也是为了苍生的福祉 还请幽权老人宽宏大量 放我等归去 往后 必不再犯 好一个苍生的福祉 敢问老夫在这苍生之中 好像没拜托诸位 为我做什么 既如此 苍生的福祉 关老夫何干哪 我看你们是想打着 苍生福祉的旗号 将老夫的福祉置于不顾 不敢 私入幽权谷 老夫就是把你们都杀了 顶多也就是上天和天地 请罪了是吗 将军 现在怎么办 求幽权老人宽宏大量 望开一面 放我等一条生路 往后必不再犯 你们口中必不再犯 是指你们必不再犯 还是指天和军必不再犯 又或者 是天军必不再犯哪 既然你们给不了老夫答复 那就等能给老夫答复的人来了 再说吧 师兄 你这迷阵还真厉害啊 师兄 既然你能突破天网 把天和军给送出去 那能不能把我们也送出去 哪里是我送那个天和军出去 只不过是扔到天网边 让他们自己人带走罢了 师弟啊 这次天和军布写的天网啊 是从外入内意 从内出外难 也就是说 我单同修的行者到化神境 也只能是勉强试试 如果你要带着那群小妖出去 估计这没出去 就全死掉了 师弟 你留着那些天和军干嘛 我想以小博大 带着这些小妖毫发无损地 摆脱天和军而已 以小博大 不懂 以小博大 师弟 这些小妖毫 这是风铃写给你的信 风铃等着你回信呢 有什么小妖毫 我只想要找你 至少 这些小妖毫 你会想要找你 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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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我 怎么了 这是 怎么了 我被天和郡追杀了 大哥呢 大哥呢 走 先动手再说 走 这是目前得到最新的消息了 所以元帅 这方圆数千里以外 除了这三个妖王的妖洞 还盘踞着其他妖族的首领 势力错综复杂 简直一盘散伤 若我军贸然进攻的话 虽能获得一定战果 但也极易被拖入泥潭 到头来一无所获 这种情况 若是派人潜入的话 到什么困难 六妖王结议之事 是否属实 荆察属实 真是贪烂泥 烂到头顶 方圆千里之内 竟然聚集了那么多的妖怪 若是任他们这样发展下去 以后我们要搅清他们 可就难了 此事 你当重中之重来处理 莫将明白 报 元帅 人圣神将和诺家三太子来了 他们说 来带走昭圣神将 看我命令 放了昭圣 元帅 这 传令 是 元帅就这样放了昭圣神将 是不是前两日 觐见陛下的时候 陛下他 此内本帅的决定 你休要过问 是 报 连帅 月老带来了陛下旨意 月老 彩霞若是积累不收彩 将会危害人间酿成巨祸 如今凡间妖王作乱 陛下才特意嘱咐元帅 亲自护送仙娥去采霞寺 是以保护仙娥的安全 老元帅费心了 尼长一按星君的意思 送到北辰的身边了 有劳了 兴君高明 请到陛下圣旨 北辰便不得不从啊 久不罪人人自罪 花不迷人人自迷 刚正不阿的天和军 北辰大元帅 可不要辜负了陛下的期望哦 天衡呢 天衡将军被幽犬子扣下了 他说要天衡将军你 亲自去见他 说清楚怎么回事 我们在幽犬谷追踪十腰 陷入了迷阵 进退不得 连天衡将军也毫无办法 然后 幽犬子出来了 你说幽犬子亲自出来了 不对 我们见到的 只是他的影像和传音 没有见到他真人 他说我们擅闯幽犬谷 扣下了天衡将军 和其他同僚 只放我一个人回来报信 说让天衡将军明日去见他 还说若过了期限 便让元帅亲自去要人 这个幽犬子 简直是大言不惭 你先起来吧 天衡将军 那幽犬子是隐士的高人 甚少入室 就目前来看 我们先前对他的实力评估 已经是错得离谱了 依我看 我们还是将这件事情 禀报给元帅 让元帅来定夺吧 不必了 此等小事何必禀报元帅 我就不信我天河军 一万大军 一百多天将 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传王命令 即刻召集中将 是 幽犬子 你怎么想着突然给我补衣服 俗话说呀 这人要衣装 佛要金装 身为臣子 看见大人的衣服破了 怎么能不补呢 再说了 天河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身为臣子 一定要让大王体体面面的 和天河军对垒呀 看看 还真别说 补得不错啊 有些女儿家补得还好 我看你还是当我的大内总管算了 大内总管 大内总管 大王 这臣可是你的宰相啊 我看你当大内总管挺适合的 这丞相呢 哪有丞相没事给人补衣服的 你要是女儿家的话 我还真忍不住给你个大拇指呢 这女儿家呢 就应该干点女工 温文尔雅的 整天舞刀弄枪的 军政国事 这谁敢许啊 对吧 干吗 我那个 是是是圣母大人 交代你的事情做完了吗 还还还差一点 那还不快去做 是是是 可这衣服还没有 我来补 你来补 怎么 不行啊 行 当然 圣母大人帮我补衣服 这求之不得啊 这大王刚说完 圣母大人就要给大王补衣服 有戏 有戏 有戏啊 好了 我好了 来 这么快 试试看 来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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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这这补的这 挺有特色的 行了 没什么事出去逛逛吧 在屋里也憋得慌 走了 等 等我一下啊 嗯 我一件事 我一件事 手给我 怎么样 恢复得不错吧 嗯 恢复得挺好的 那都是你给我的丹药好啊 是 我们已经没食物了 如果明天悠权师兄 还不能顺利解决此事 我们必须另做打算 真没想到 有一天 我会和一群妖怪 动躲西藏的 对不起啊 连累你了 确实是被连累了 现在 我人不像人 腰不像腰 说不定哪天 也被天庭通缉了呢 我已经想好了 这次如果我们能顺利躲过 我就回齐来山 如果他们愿意跟着我的话 我就带上他们 齐来山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 那是你的家乡吗 算是吧 那你又回去 不怕无忌圣尊 我到二师兄那里 遇到了单头师兄 还有清明师兄 然后呢 他们告诉了我一些内情 现在基本情况 我是了解了 只是还没办法去摆脱 我回齐来山 和我太亲近的人 会有危险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 回北斗摇光洞 我记得你还答应过我一个条件呢 不过我还没有提这个条件 我觉得为了这个可以漫天要价的条件 冒点险也是值得的 至少回齐来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或许可以实现我的目标呢 谢谢你 良兰 你要真想谢我的话 就留住你的命 不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到时候可就亏大了 你不会亏大 这段日子感谢二师兄照料 师弟客气了 这修行路漫漫 若是连同门师兄弟都不能相互扶持 岂不是太孤单了 师弟 坐 刘泉师兄 有件事情无论如何 都想请你帮忙 师弟请讲 这里面 是一个因我而死的 一位好友的灵魂 我知道因我而死 阳寿未尽 是不能安息的 是不能安息的 到现在 也该有一个月了吧 想请二师兄帮忙 我不能 我不能让他变成幽灵 我这位好友是一致白远 他 他的阳寿已尽 什么 三个月前 他的阳寿便已尽了 他 大概是属于因你而活的 师弟也想复活他吗 做药太苦了 还是让他投胎吧 投到一户好人家 该让他想想福了 好 师弟 师弟 国阵如你所料 天和军的战孤声 终于还是来了 师弟 你想怎么做 天和军来访 北辰元帅麾下天任 前来拜见幽权大仙 不知天任将军驾到 老夫有失远移 得罪 见过幽权大仙 天任一生从容 是个粗人 不懂什么场面话 我就直说了吧 幽权大仙让我前来 如今我也来了 是否能将天衡将军 和我的属下 放他 他们私入老夫幽权谷 老夫听说是天任将军的意思 不知可有此事 却是本将之命 天任将军 倒是个直爽之人 我天和军上天入地 降妖伏魔 为天庭 为道统 其心日月可见 之所以在你幽权谷 顾下天王 派人潜入 乃是为了搜寻一潜逃的石妖 此石妖 如今乃是天庭通缉的药犯 危险至极 既如此 为何不光明正大的进来搜难 幽权大仙 非要天任直言不讳吗 好 我们不仅怀疑 这石妖潜入幽权谷 我们还怀疑 收留 毛毙这石妖潜 就是你幽权大仙 那天任将军现在的意思 又当如何 强攻幽权谷吗 幽权大仙法力滔天 遥光九子中的二人 昨日也进入五中 随时可以前来持远 虽说我天和军 今日只来了一万精兵 但也都个个消语善战 若是幽权大仙执意不肯放人 那我天和军 也绝不会退让半步 至于幽权大仙 让我答应你 今后不再擅闯幽权谷 天任我人为言轻 尚有斐臣元帅 再往上还有陛下 万一哪一天调令下来 命我去筑访哪一座山 哪一个谷 天任也只能为命是从 所以此事天任不能答应我 就算答应我 也无济于事 早就听说天任将军能闻能误 今日一见 还巧舌如簧啊 这是要跟老夫做无本买卖 天任将军难不成以为 你的人四入老夫幽权谷 老夫就能这么轻易地放了 不如幽权大仙换一个条件 就当是卖我天和军的一个面子 事已至此 再拖下去对你我都不利 此事若是惊动了云玉天岗 和北斗遥光洞 后果想必就不用天任多说了 行吗 天心 您怎么进来呀 我们已经破解了幽权死的灵阵 快走 走 十四香花 大家快用灵气震住心脉 给我冲 走 走 刘泉大县 还没有想好条件吗 菜局 你说你干吗大费周丈 能让我踩那么多四香花 还让青云子去迷倒天恒 有我和丹童子在 我们直接闯入谷中 把天恒军都给杀了 到时候把尸体往门口一丢 看他们同不同意 北斗瑶光栋 还是最好不要跟天恒军直接冲突 要跟他们撕破脸的话 我们就更难全身而退了 怕什么呀 大不了打一架呀 不行的话还有我哥呢 这天恒军我是不在了 但真打起来的话 那些小妖 我可不想再有任何牺牲了 你这叫妇人之心 也许吧 你不是交代丹童子吗 他怎么还没出现啊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行不行 师兄 我已经把那些爱影的东西 都打败了 天人将军 我已经想好条件了 好可怕 连累师兄受伤了 没事 没想到师弟你鬼点子这么多 想到用这丝香花 从这地下钻出来 好 又全师兄 我要的东西你拿到了吗 三个人质变成了三十个 天王也破了 他们又不敢跟北斗摇光洞应来 能不答应吗 师弟 我带你去看看 还没有 第一个人质变成了 然后还没有 几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化为瞬间的火焰